不過沈維智二審改判無罪 讓洪仲邱的家屬非常驚訝 也是無法接受 他舅舅就說聽到判決 實在是跌破眼鏡 洪仲邱案二審判決 結果出爐家屬全程聆聽 情緒平靜 對於法院給予肯定 不過聽到前旅長沈維智改判無罪 就只有這個判決不能接受 我們比較驚訝的就是說 沈維智將軍是一個無罪的判決 那我們還是必須要等看到判決書之後 才能夠來研議 就是綠團這邊開會決定說 是不是要再申請檢察官來上訴 除了沈維智之外 其他的判決應該會比較符合 人民的期待還有家屬的期待 竟然最後沒有是無罪 我想這個應該是跌破我們的眼鏡 舅舅說沈維智看過洪仲邱的 求救手機和簡訊 竟然還放他到禁閉室 對於沈維智的判決 還要和律師討論是否繼續上訴 洪仲邱姐姐洪慈雍則喊話 公權力使用不當 會造成家庭破碎 堅持到這一步 只是希望能給公務部門一個警示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檢察官 還有法官在這次 就是審理當中的一個努力 那我們認為說 其實今天不管這個刑度 他判得多重 或是他罪名有多重 所以我們只希望說 未來所有的公部門 在使用你公權力的時候 能夠特別的小心 不要再讓有下一個不幸的事情發生 雖然我的小孩子沒有了 但是我一直都採取原諒的態度 因為我真的希望每一個家庭 他都是完整的 我真的不希望說 不希望說他們的媽媽在家裡 一直擔心這個小孩 李右正 黃冠軍 陳嘉祥三名被告 透過律師向紅家道歉和家屬達成和解 紅家沒拿半毛錢 紅媽媽將心比心 只是希望其他家庭也能夠完整 只要有誠意道歉 都願意選擇原諒 優點TV 楊慈欣 陳軍傑 台北報導